澳洲國立大學5號發布一項新的研究結果 指出中國外科醫生在國家命令下充當潰滯手 根據新聞稿被挖掘出的證據強力表明 中國一般公立同軍醫院女邊外科醫生 在中共政權命令下 習取死刑犯和量生犯的心臟使他們在手術中失去生命 研究作者表示這種做法已經持續了30多年 這篇研究論文4號在美國移植學刊上刊登 由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羅伯森 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醫學院教授拉維聯名發表 羅伯森和拉維表示 他們從12萬4770篇發表在器官移植學術出版品的 中文論文抽樣選出2838篇進行法證審查 結果在71篇論文中發現心臟捐贈者不是腦死亡的證據 論文中寫道死亡的器官捐贈者是移植倫理學的基礎 在捐贈者死亡並正式宣布之前不得進行器官撤除 我們的調查結果強烈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生參與了 保護疾器官主缺犯人的行為 從2000年到來 中國的 transplant system rapidly expanded 在同時 保護者們做了一個暴力的 campaign 去掃除了佛陀士的 qigong和 meditation practice Falun Gong which is practiced by millions in China as the labor camps, black jails and prisons filled with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o the volume of transplant operation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論文中仲表示 中共官員曾於2007年透露器官移植的來源 95%來自死刑犯 不過 所有囚犯器官捐贈者的身份不透明 長期以來 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等量身份 被質疑是中國器官移植的最大來源 那按照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